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抗議代表會 違背靈異黑箱做的 反對這樣的一個建設是因為它是一個不需要的建設 而且它是一個就是所謂的靈幣的建設 是一個人家都不喜歡不歡迎的 那為什麼說它沒有這個必要 第一個因為我們在雲林縣的人口只有70萬 那它現在現有的一個火化廠在虎尾 事實上它的使用力已經夠了 就是說它每年的使用力只有到40% 那在使用力能夠滿足的狀況之下 為什麼我們高度懷疑說 為什麼相公所要主動的去推動這樣的一個建設 不必要建設 這個建設下去以後 它當然它會帶來相當大的一個負面的反應 包括說第一個它可能會有一個汙染 空氣的汙染也好 噪音的汙染也好 甚至心靈上的汙染也好 這些都會讓整個口無箱的一個發展 受到負面的一個影響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因為口無箱它有八大養殖區 它有超過2000公頃的養殖面積 每年的產值它超過200億 那如果說這個火化廠一來以後 我想它的一個融魚產品受到 市場上受到的影響程度會相當大 口無箱的人民大概三萬人 其實大部分超過一半以上的人 是賴以所謂的融魚業在做生存 那如果說這個一來 那這些超過一半的鄉民 它如何賴以為生呢 所以我們當然會反對它 追悲民意 非相對 非相處理 在那邊搶救成榮師弟 搶救成榮師弟 既色火葬堂 既色火葬堂 我們這邊的生態環境 包括我們成榮師弟 這連六年來 因為有冠書基金會進駐的一個經營 所以每年吸引很多的一個觀光人來這邊看 那我們這邊的生態環境其實很豐富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要去維護它 維護這樣的生態環境 然後去希望能夠有更多人來旅遊 來觀光 這才是一個永續經營的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由於我們這邊的榮魚業的養殖 生產的東西是很健康美味的 所以我們也吸引很多的年輕人 慢慢慢慢的回流 慢慢慢慢的回到家鄉裡面來創業 這個創業其實會帶動地方的一個發展 而且很多很多產業創立出來以後 也都在全台灣受到一個很大的重視 產生很大的產值出來 那試想如果說火葬堂一設的話 年輕人還願不願意回來 對不對 不願意回來以後 這些家鄉的發展就會慢慢慢慢的沒落掉 到時候就名副其實 它會回鄉媚存 其實我們火化廠的設立不是今年才開始有的議題 我們早在兩年前 在102年的時候 鄉公所就已經在我們城隆村的一個 我們廟那邊舉辦一個說明會 那一次的說明會 經由大家集結了大概五六百位村民到現場那邊去做抗議反對的訴求 我們的大家長鄉長也在當下 當時就承諾我們說既然大家都反對 那我們就火葬堂就不要設 他甚至還跟我們承諾說 鄉長跟你們承諾 我們就不要做了 那兩年以後 結果他又就案重提 鄉公所又要推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就想說 第一個 是不是鄉公所你不信守這個承諾 你已經對村民做了這個承諾 但是兩年以後 你還是要繼續推同樣的東西 是遭到村民反對的一個建設 這個是他的一個 兩年前就開始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目前的進度 因為他是要重新推這個案子 他也知道說我在舉辦公開說明會 因為有以前的這個經驗 所以他就想說應該村民也會反對 所以他公開說明會的部分 他就跳過去 他就直接用什麼來取代 又請各村的村長來連署說 他們暫停要蓋所謂的火化廠 來代替所謂的公開說明會 這樣子 然後要用這種方式來去闖關 好 大概是一個多禮拜以前 那麼鄉公所他們對於這個火葬廠的興建計畫 有送到我們縣政府 那麼縣長以基於這樣的原則 就把這個計畫書退回去 因為還沒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那麼裡面相關的這個計畫的內容也沒有完善 就退回去 暗影底氣文提告 最新的部分是4月9號 鄉公所再一次寒文要求我們縣政府要寒轉到這個內政部能夠來審議 不過內政部的審查期限是4月30號 所以我們縣政府會依照就是說是內政部的期限已經過了 我們會再一次把公所的他們所送的這個公文 我直接退回去給他們鄉公所 這邊再一次跟各位做報告 那麼再一次代表李基友李縣長來表達跟各位 好我們愛護這片鄉土 我們保護這塊施力的決心 我們不容許有任何的作為 來破壞我們的環境 我們公所的政法 我們鄉民代表 鄉民的意見我們都聽到我們也知道 至於說這是程序問題 我們未來都會召開公聽會 還有如果碰到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的時候 一定會邀請我們知序會的成員 跟我們的鄉民一起參加一起宣布 詳細我那個不便在這裡發表 這個我陳情書我轉交給我們主席 還有我們一些各位代表 謝謝各位 請坐在這裡賺彈 請坐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